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代力量台中市议员参选人吴佩云7月出席地方参会时,竟与民进党台中市议员何文海对他说,拍拥装照,和不一起录胸部,愤而对民进党中央党部提出申诉。 今,18日时代力量举行记者会,出示民进党决议不受力的回函,因何文海并非民进党守顾员工,且民进党非法定调查机关综合媒体报道,吴佩云与立法委员徐永明今日召开记者会,徐永明出示民进党对该案调查报告,针对吴佩云遭何文海性骚扰迷案, 因何文海非本党受雇员工,因此不受理该案。 徐永明批评,蔡总统鼓励女性勇于挑战,赞扬Me Too,但从头到尾也没讲一句话,根本是不限处理。 吴佩云则表示,依据性骚扰防治法第13条,被害者有权向加害者所属罪大制约机构提出申诉, 令根据为福部保护服务司建议,若加害人身份同时有多个所属机关、机构等单位,建议向对加害人约制最大,对被害人最有利之单位申诉。 而民进党掌握对何文海的党基础分、提名等权力,有最大制约力,却不愿意接受申诉。 吴佩云说,民进党长期推动性别平等,有女性担任主席、总统大卫,却能处理性骚扰案。 既然无意受理,将依法采取下一步行动,向台中市性别平等委员会提出申诉,这件事情我不会退让。